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半个世纪以来有很多的研究 但大部分都在研究比较负向的 就是会造成我们一些危害的 不管是在身体上面的危害 还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些状况 但这本书呢 也是我们的业界很 对啊 如果心里你没有读过他们家的书 我很欢迎 你是不是自我认定错了 心灵工坊的书可能是 如果占这个我的书柜里头 percent的话 就是各家出版社的话 他们家的书应该是我 比例很高 我拥有最多的 对我也是 那这本书叫快乐成瘾 可是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副书名 他的副书名是 不费力的练习 从此幸福戒不掉 我晓得你希望戒不掉什么 通常我们觉得戒不掉都是坏事 可是今天呢 这本书可能会打破一点你的认知 就是我们有没有花同样的力气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对抗负向的状态嘛 但是我们有没有花同样的力气 去认识正向的状态 OK 那今天这本书呢 导读的人是凯宇 好 妈我散镜头了 我们今天这一集会一直维持这个风格 对啊如果不喜欢的话 那你就继续不喜欢好了 你就直接去买这本书回来看就好了 不用听我们讲 对对 行行行 好那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呢 其实蛮特别的 第一位作者叫做杰弗瑞萨德 那另一位作者是琼尼霍尔一男一女这样 那他们都是临床工作者 对临床心理学家 而且很特别的事情是 其中一位作者 他还是那个埃里森的学徒 埃里森是一个很蛮有名的催眠学派 对对催眠大师 好啊那凯宇你说 你今天在跟我Re稿的时候 你就讲了一个 你刚开始还有一点怀疑 对对 想要这要讲出来吗 对对对 好你就直接来吧 我说这一本啊是心理工坊这个出版社他难得有一本没什么系统的书 我就说等一下等一下你要在镜头上讲这个吗 这不是批评这其实如果回到这本书要处理的主题它是称赞 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没什么系统的书呢 你看我们通常研究人的行为或者研究我们要怎么样养成所谓的好习惯 有很多自著系列的书 是不是都表板它很有系统 对对对 你只要照表操课 是 你只要按图锁记是不是就可以 是 可是往往麻烦就在于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正向成因 为什么没有办法养成好习惯 是不是正是因为它太有系统了 它太照表操课了 你似乎有一种心理暗示是 好像这样才是对的 或者落掉某个步骤就觉得错了 对那如果我不是这样我就是错的 或我就是失败的 是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两本书 我必须承认 我刚开始在读的时候 其实也蛮烦躁的你知道吗 这一本书 对这本书 因为我就很习惯读那种很有系统的东西 然后我想到你讲正向成因 要养成快乐的习惯 那应该是不是就 不管在理论啊 论述啊 实作啊 很有系统 结果我发现我在读的时候 它是东一郎同西一棒锤 你知道吗 一下跟你讲一点点理论 然后一下下带你做练习 一下下让你填问卷 然后一下又是这一天怎样 那一天怎样 我刚开始真的有点烦躁 可是啊 当我心境下来 我在想为什么 第一个 我本来就蛮知道怎么养成好习惯的 好所以 我其实不是某种程度上 有这么强烈这个issue的人 但第二个 我去换位 真的想要养成好习惯的 我发现他这样做才是对的 因为养成习惯 应该是不知不觉 很轻松的 没错 而不是很有压力 没错没错 如果我正经为座 真的跟你端一个理论 然后实际操作的方法 从第一步骤到第二十步骤 我讲真的 你只光想到那个系统 你就怕一半 然后当你在做的时候 你发现 你没办法做到 像他说的这么清楚 有没有 你是不是又觉得自己不行 于是 你根本没开始 你就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 这本书的 所谓的没有系统 它反而是 对于 如果你想要养成好习惯的人来说 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蛮大的帮助 但当然 如果你抱持着 这种极点 你知道很多人读书是极点 想要透过读书 然后跟别人臭屁 然后去证明自己很厉害 那这本书可能会让你有点失望 因为很难讲出它的什么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是抱着 就是我就是要养成好习惯 那我真的建议你 你慢慢读 然后按照它上面 现在带你做什么活动 你就试着做做看 然后你刚才会有一点 这跟我养成好习惯有什么关系 没有安心 你稍安勿躁 你真的按照它去做 我觉得会很有帮助 好 那我们是不是先讲成瘾的书 还是要讲一下 关于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瘾我觉得我们一般会比较把它投射负面词汇 对不对 然后读瘾酒瘾等等 但其实瘾它比较中性的说法 它就是一种习惯 比如说 一种比较控制不了的习惯 三日不读书就觉得面目可正 那你一直想要读书 这是一种习惯 然后像我早起就是一种习惯 有没有 然后不管你的饮食也是一种习惯 那习惯可以塑造一个人 但习惯也可以毁灭一个人 所以根本上其实不是习惯的错 而是我们有没有有意识的帮自己建立一点 对自己比较好的习惯 而且任何习惯通常都来自于 我们的匮乏感跟压迫感 那像负相成瘾 为什么有些人会沉迷于赌博 喝酒 就是因为他感觉他面对生命的这种匮乏 对金钱的匮乏 或者是对于一种情绪 他很空虚 对 然后他没办法承受 于是他找另外一个寄托 可是既然负面的事件可以寄托 就以大脑的结构来说 这个寄托就是多巴胺嘛 那多巴胺他没有说一定是 你要喝酒才有啊 你其实做一些有建设性的 还是就像是很多运动 有没有 那个跑者的快感 有没有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关键就在于 我们有没有先 把它中性化一点 把它生活化一点 把它自然一点 那这时候帮助你自己建立好习惯会比较容易 好啊 那书中好像有一个 小小的问卷来可以问问看 大家有没有需要 对 我觉得你在进入这本书 我们陪着你去理解的过程 我这边有一个 在他书中的第28页叫做 快乐心流问卷 你可以透过这个测试 总共有实体 你看看你自己的需求度 到底是高还是低的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做 你现在可以拿一下纸笔 记录一下 那很简单 这些问题就是是跟否 你就是yes no这样子 然后第一题 我是否不满意下的生活 是还是否 第二题 在我生活里面 是否有些事情 是我想要改变 放下或改善的 是还是否 第三题 我是否因为时间不够 而感觉到焦虑 是还是否 第四题 我是否因为头脑里面 没有办法停止的思绪 而难以入眠 或者是维持好的睡眠 是还是否 第五题 我是否 从来 第五题 我是否有时希望 自己能够 点点点 可能能够填入任何活动 能够去做什么 或者是等等的 更积极一点 对对对 然后第六题 我是否想要改善 自己的整体幸福感 好 第七题 我是否容易 对于每天的遭遇 感觉到暴躁 不耐烦和挫折 第八题 我是否经常感觉消沉 是否偶尔会有 绝望的感觉 第九题 我是否有时候觉得 好像错过了生命当中 某些东西 好 第十题 整体而言 我是否想要更快乐 好 OK 如果你在这十题里面 大部分的回答 都是试 那这本书可能 会对你有产生 很大的帮助 对 但是我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 应该蛮多人 大部分都是试 嗯 但是不一定啊 我们说不定 长期听起点的人 他们觉得 哦 这我都改善了 改善了这样 那我很矛盾 我好希望他们都改善 可是他们都改善 那接下来我讲 他们又不想听 不会啊 就是听着 就是扬声 好 没关系 反正他们就是爱我就对 不管我讲什么 他们都听这样子 好了 所以 那你刚刚有说 成瘾其实就是一种习惯 对 那关于习惯这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去control它 或者该怎么去 变成是我们在使用 而不是被它牵着走啊 对 这个问题很好哦 其实 嗯 习惯它应该在我们生命定位里 比较像是我们的工具嘛 嗯 我们应该是要使用工具 而不是被工具使用 是 只是麻烦 就是我们常常都活成后者 然后我们被它控制 嗯 呃 先讲这本书 他是现实治疗学派的创始人 好 如果你有追小学堂的话 应该 在现实治疗的时候 听过他的故事 他也算是一个雪霸的 嗯 而且我们的有声书品 好像也有分享过 是你选择的忧郁吗 有 有吗 不要乱讲哦 然后结果他们找不到 没有我们就 那个自己挖坑 之后再来填坑这样子 对 他是一个 呃 其他学派蛮不一样的创始人 嗯 所以呢 在格雷斯里面 他在1976年就说了哦 他说正向成瘾 白坏文啊 就是养成好习惯 他有六个标准 呃 我不太喜欢用标准 就六个你可以想想 看看是不是这样 嗯 第一个 如果你想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比如说你想要阅读 你想要运动 第一个 他不是竞争性的 你看哦 如果你想要养成好习惯 你心里的内在的设定是 哦 我想要我的知识超过某某人 嗯 那我觉得你一定会失败 OK 好 你一定要把你想要养成好习惯 很纯粹的回到你身上 不是跟任何人比较 不是竞争 也不是那种隐性的 好像 呃 害怕 证明 对 证明或者是害怕被淘汰等等的 嗯 第一个 第二个 你每天只需要 花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嗯 这是格雷斯说的啦 我个人觉得 其实15分钟就可以了 嗯 我个人 我个人 就简单来说 关键在于你每天可以去重复它 然后让你带来快乐正向的感受 嗯 但不一定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嗯 好 第二个 第三个 他做起来不需要太费力 不需要花很多的精力 是 就你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很周期性的 就像我有运动的习惯 我通常都不会设定说我每天一定要运动多久 嗯 我只会去设定我是不是有把袜子穿起来 就有点像原子习惯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 然后下一个 参与的人会觉得很有价值 你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让自己有价值感 会不会让自己觉得很好这样子 然后下一个 个人相信持续做下去会看到进步 然而进步是每个人自己的定义 成功是依据个人的主观角度 所以我觉得 Glasser他这边 我觉得他一直在强调无设于他人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有什么很挫折 是因为 你表面上有千百万个这个好习惯 对你的好处 可能你心中真正在乎的就是你要 跟别人比 你要赢过别人 那就很辛苦 你就算做到了也不会 真的真的快乐 这样好 然后最后一个 当你去执行这个经验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自我接纳 你不会自我批判 好 就比如说你终于养成阅读习惯 你会觉得我这样很好 你不会批判说 其实我还是输谁 或者是我觉得 我读了那么多我都记不住 我觉得 因为我们推广阅读 我最常遇到别人问我说 怎么养成阅读习惯 我觉得很多人就有一个假设 你知道吗 我读了都忘了怎么办 就忘了 我就忘了 其实我忘了更多 我常常很多人留言 说你哪一本书讲过什么 我想我有推荐过那本书吗 我自己都忘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简单 我讲一个我自己生活的 小小的 最近养成的习惯 我觉得真的是跟上面讲的很像 我这个小习惯就是 我睡前我会拉筋 那为什么要拉筋呢 因为我们就是那种 文书工作久 你知道吗 我们每天最大的动作就是 钉在电脑前 然后手 每天最大的动作就是没有动作 真的 所以肩颈很容易酸痛 那其实我都有定期按摩的习惯 那每一次按摩师 我的按摩师也跟我很熟 他就会说 哦 有点硬哦 这样子 那对啊 每次去完当然就很舒服 但是我也在想 因为我自己也住人工作 想说总不能每次就是 依赖别人 对 把东西交给别人 要别人医好我这样 所以我就 后来我就是反正 一个因缘机会底下 学会了几个动作 非常简单的几个动作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完成 就是睡前 那所以我就把 我那个瑜伽店 躺在我的客厅 就我没有收起来过 就是躺在那边 然后我每天就是刷完牙的前后 我就花十分钟 而且我也没有规定 自己一定要做得多么标准 因为有一些瑜伽的动作 你知道他们也可以 比得很极致你知道吗 就是弯有多弯这样子 然后我就去感受我的身体 我发现真的 每天只要做一点点 我真的就只是每天 试着做试着做 刚开始也做得不怎么好 可是每天每天做 每天十分钟 我真的觉得 我后来再去找我的按摩师 按摩师就会说 你变正了 就是 他就不会每一次 他是在撩你是吧 他是女的 你变正了 就是我的 他就说 我的骨盆没有那么歪了 对 然后他就说 很多肌肉的弹性回来了 那同样的 我觉得用这六个标准 也是 他不是竞争的 对我来讲 我没有要赢谁 然后我每天 不用一个小时 我十分钟就好了 然后不太费力 如果那一天真的真的 就是可能惊喜太不舒服 我也不勉强自己 这样 然后参与的人很有价值 对我觉得还蛮有价值的 应该是说我后来做了之后 然后去找我的按摩师 我就发现 我得到了正向回馈 对对对 对 然后再来有持续的进步 对 而且你会发现 筋是可以拉开的 嗯哼 即便很不标准的动作 还是会慢慢拉开 对 他会有一个循序渐进 松开来的过程 而且是有的时候 不是每天每天一点点 是你都拉不开 拉不开 拉不开 有一天突然开了 对 对的确 我自己也有做伸展的习惯 的确是这样 就是突然一天 他是突然某个 就闽南语说 勘战 那勘战过了 你就到另外一个状态 对对对 然后最后就感觉到自我接纳 就是嗯 还蛮 蛮简单 可是却让我觉得成就感很高 对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 刚刚嘉玲做这个补充 非常非常棒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 是最最动人的嘛 那我想一定很多人会想说 那我就知道应该啊 我就知道我该去做 但我一直就好像没有动机去做 嗯 然后这本书呢 很特别 针对动机这件事情 他不是跟你讲大道理 他也不是恐吓你 他也不是跟你掉很多书包 他只让你问自己四个问题 哦 然后这四个问题我觉得很妙哦 他也没有刻意举很多例子 好像这样才是对的 我觉得这个是 我后来真的用心读 我感觉到这真的是一个 临床工作者的体贴 嗯 因为他知道临床工作者 他真正的重点 是要解决眼前的人 是要帮助眼前的人 而不是要去证明他很专业 是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拿捏的力道 如果你就有一个 收集知识的角度 你真的会觉得 真的比较没有系统 嗯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带着 你想要改变的心情 然后仿佛 然后你可能找不到这两位 临床工作者嘛 但是呢 你仿佛用这本书 让这两位来帮助你 他提出四个问题 你可以问自己 第一个 比如说 这就是刚刚你拉筋的例子 嗯 第一个要问自己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拉筋 因为我肩颈酸痛 好 那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不 如果你不拉筋 你为什么不去拉筋 你就必须要花钱请人弄 对 然后第三个 为什么不是我 这边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但我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是我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因为身体是我的啊 好 OK 那为什么不是现在去拉筋 哦 就是现在啊 有的时候是会说吃太饱了 对对 其实在我自己 过去养成阅读的习惯也是一样 为什么 通常要回答为什么 很容易都会讲出一些高大上的理由嘛 对 为什么要阅读啊 因为我想要 奉复我的生命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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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那为什么不去阅读 因为累啊 因为没时间啊 因为没时间啊 等等 那为什么不是我要去排除这些问题 嗯 因为你就谁谁谁会来烦我啊 哦 对对对 那那那那为什么 为什么 那反过来说 那那为什么我不能去安排这些事情 嗯 然后最后 那为什么不是现在 对啊 谁谁会来烦我 是不是假设谁谁会来烦我 但现在有烦你吗 对 搞不好没有嘛 对不对 这个句子会让我真的想到很格拉瑟耶 嗯 对啊 格拉瑟很爱问说 是你选择悠悠悠还是 对啊 还是这有对你有什么好处 可是我觉得这本书这两个 这两个作者还蛮温柔的耶 OK 我觉得反而没有 对 他背后很多格拉瑟的影子 但他却没有那个格拉瑟那种 那种相对比较 犀利 犀利一点 我觉得他他调和的很好 这样子 所以 我觉得在 养成习惯的过程当中 当然 谈到这边 大家可能一定不满足嘛 想说 我一直讲他里面很多的引导跟实作 我是不是应该要挑一个 让大家试试看啊 好 我让你讲一个 里面的小活动 我就讲第一个活动 他里面有总共几个活动 我看一下目录 我忘了 他总共 我看哦 哇塞 他总共有16个 10 不止哦 总共有22个活动 然后其中还穿插了30天的行动引导 所以是还蛮实作的 然后他的第一个活动就是 他的名称叫做生活联姻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选一个 你可能现在的状态 比如你的 你现在的状态是叫做 睡眠不足 嗯 而这个睡眠不足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他就是个结果 那他到底 从一个联姻的角度 就像我们在水面 丢一颗石头 他是不是一拳一拳会扩散出去 那 睡眠不足这件事情 它会怎么在你生活当中扩散 OK 好 这个是 我们常常会知道 啊影响很大 但影响到底多大 影响会影响到哪里 我们其实没有深刻想过的 他这边 拿那个 这个 睡眠不足这件事情 然后 这个我们请后置帮我们上一下 就是在 这本书的58页 他说 你看 小的正向改变会创作 创造更多的 等一下 好 先讲负面行为 就是 如果你睡眠不好 你整夜失眠的话 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你会第一个 你会第一圈 叫做你醒来会觉得很累 嗯 然后醒来觉得很累 第二圈 挫折忍耐力是不是就降低 没错 然后再来第三圈 你对家人就会不好 嗯 然后下一圈 小孩在学校会烦躁 行为会失控 因为你对家人不好 你的小孩嘛 如果他是个父母的话 对 然后这些事情的加总 就会造成你 易怒不快乐的结果 的体质 对 那这些 听起来 没什么含金量是废话 可是你知道 麻烦就麻烦在于 生活是 柴米油原酱酥茶 它每天都在发生 但你从来没有看清楚过 嗯 然后但是你看哦 如果小小的正向改变 你真的用 各种方法去调整 让你睡得好 第一个 核心 一夜好眠 嗯 你的第一圈会什么 你睡醒的时候 是不是就好心情 然后第二圈 你就会比较少的烦躁 是 再下一圈 你跟家人的互动 就可以更愉快 嗯 然后再下一圈 小孩子在学校 就会更快乐 然后再这外圈 你就会得到 不特定 但广泛的快乐 就是幸福感 会比较高 没错 它里面 这三十个活动 其实都很简单 嗯 但简单到 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有什么好做的 但我真的 就是他希望我们自己 把那一圈那一圈 对对对 你写出来 比如说 你想要阅读 然后他对你的正面影响 他对你的负面影响 你一圈一圈去爬 如果不阅读的一圈一圈 对对对 然后跟阅读的一圈一圈 对对 你一圈一圈去爬 我觉得这里面 很多活动还蛮有意思的 嗯 好 我 我觉得都应该会对人 有很大的帮助 这样子 嗯 对 那 最后 我自己要接 对 我讲到你不知道 怎么接 最后你要怎么做的收尾 最后呢 就是说 其实他最后 做一个影域 他说如果正向成影是 我觉得蛮好的 他用森林做一个影域 就是 你要养成好习惯 正向成影 你像是穿越一座森林一样 嗯 他不是好像是一个 他用一个比较 过程性的metaphor 一个影域 穿越一座森林 那你要穿越这座森林 其实有几个关键 你可以帮自己 看一看 他有五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 就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是件好事 这是他翻译 那我的理解 我读里面内文理解就是 你在养成任何好习惯 你在穿越这个正向成影 的过程 的这座森林的时候 你要记得 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说别人快乐的事情 就等于是你的快乐 不要大家说这样应该 你就觉得一定要这样 好 是啊 我知道我推广阅读 我当然觉得阅读会改变人生 但是反过来说 要找反例也太多了 嗯 国往今来很多人也不阅读 也是把人生过得很好啊 或者读太多读坏了 这样 对啊 所以我只能说 阅读对我有帮助 我是有意识的选择阅读 那你不需要像我 你也不需要学我 嗯 我觉得在养成习惯 很多人 就是他一直 重点不是他养成 那个习惯 到底对他有没有帮助 而是他一直心中注满了别人 然后他就会产生很多的对抗 然后就很挫折 你有没有那个涟漪 有没有 他就挫折到最后 就会造成自我价值的低落地 自尊 什么都来了 所以他第一个叫做 你抱着怀疑的态度 不要别人说好 你就觉得好 好 你是有意识的选择 然后第二个元素是什么 你要瞪大眼睛 看清楚 你要觉察自己 获得的内在奖赏 就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事实上 你有没有越来越感觉到 自己有 一点一滴的 更有掌控感 有一点一滴的前进 而且你要在过程当中 每一点 每一点前进 要创造一些 给自己的正向回馈 是 好 然后第三个 要跳进肚子洞子 对 这个 爱丽丝梦游先进 对对 但我真的读里面的意思 我会觉得就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我们在 正向养成好习惯的过程当中 总有一段时间 会有一种 好像没有前进 那种昏沉 就是一种跌落的感觉 是吗 对 一种跌落 一种卡住的这种感觉 但是你必须去穿越 就经验那个过程 我自己的诠释是 你要接受退步的可能 而退步我会特别挂号 其实有时候 那种所谓的退步啊 不是真正意义的退步 是你心里的落差感 真正意义 那个我们在消防演习 所以呢 大家就忽略那个噪音 好 真正意义的退步 我用客观数字 真正意义的退步 可能是你现在是80分 然后你变70分 这叫真正意义的退步 可是有时候 我们在养成好习惯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是这样 就是你可能原本从60分到80分 你是不是进步20分 而你最近其实是从80分 进步到90分 但只进步10分 你的意思说幅度变小 对 OK 而且事实上你在进步的过程 你的比较标准会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 像以我自己 我都有做公众表达嘛 那我在刚开始很菜的时候 到后面 我讲的话大家好像会听 那个主观世界的进步幅度 是不是超有感 可是当我已经进入职业选手 这个时候 我的每一分进步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但我的每一分进步 在我的主观感受 却是少的 也就是说 我常常说 有时候你过程当中 感觉自己好像退步 但不是真正的退步 搞不好你还是进步 而且通常都是你还是进步 只是不像以前进步的这么大 我觉得会进入到 某一种高原期 或者是盘整期 就是 他不太像是刚开始 新手的好运到这样子 就是 有一点那个意思 就是 很明显的感变 有一点 有一点 然后同时你也可能会对于 继续学习也好 或是做这件事情 你的期待是 没有调整的 对 你可能会用比较原初的期待 然后看比较长之后的变化 所以 有的时候 他会经验到一个 一个过程 我知道 那个过程有点像撞墙期 然后你过了之后 就会好一点 其实在身心研究里面 很有意思 特别在养成好习惯这件事 所谓真正的撞墙 他又像是跑步 那个撞墙期的主观感受 但他又不是真正这样 因为跑步的撞墙 可能你真的配速 速度真的是不行了 可是事实上 在身心的行为建立当中 你那个时候 真的用一个 绝对客观的指标来看 甚至于 你还是越来越快的 只是我一直在讲 叫做你主观感受上的幅度变小 而不是退步 因为毕竟从60分 甚至不及格到80分 你就很有感 但是请问 如果你现在已经90分 或95分 你要到96分 是不是才1分 可是那1分很厉害 那很不得了 然后最后 要不要不是最后 第四个元素叫做 支撑跟支架 就你在养成好习惯的过程当中 其实找一些 你能够信任的朋友 长辈 支持团体 多做一点交流 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 而最后呢 这个好失忆哦 叫沐浴在阳光下 就是你在 其实去享受 你建立好习惯 为你带来生命的加分 还有各种结果 是 对啊 我觉得 这两个心理学家 真的蛮有意思的 好啊 我希望 有声书评 就是希望介绍 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书 先前我们会介绍一些 可能 含金量高一点的 或是 你这样加好危险 真的吗 这本书 含金量不高吗 它操作性比较强 我觉得 太棒了 我觉得不同的书 好可怕 我自己也不是 每一本书都喜欢看 含金量很高 因为有的时候 我现在在 暗头上 有非常多书 然后我发现 含金量太高的书 我会心里觉得 我该读它 可是我又会很抗拒 翻开它 所以 为什么 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是你 为什么不是现在 因为你知道含金量很高的 它那每一段话 你都要读很久 对对 它不像有些书是 你可以用扫的 然后 我觉得扫过去的感觉 会也有一种成就感 就是 耶耶 你把它看完 对对对 但是有些书 它就真的是要一句话一句话读 然后你就 可是你又知道说 每一句话的那个思考链条都重要 对 所以就 不同的书有不同的定位 你都要给它死磕 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 星星工坊出这本 快乐陈寅 他们先前我们也介绍几本 跟陈寅有关的书 也是他们家的 大家也可以搜寻 我一直觉得他们在这一类 台湾在心理运动的 这个心理健康的推动 我觉得他们家做得非常的好 这也是我们持续都会很 愿意推荐他们家的书 这样子 很希望今天这本书可以让你去书局 或者去网路上把它带回家 然后开始练习里面的小活动 操作手册 嗯 好 那最后呢 工商服务以下呢 在这一段期间呢 即日起到六月二十八号 我们的活书有选择的自由人生 也是开育主讲的 那也是一种快乐成瘾的习惯嘛 对对对 你透过改变你的语言 改变你表述的方式 来让你自己真正做到科学的心想事成 是是 那我们现在有二八八八的优惠 那过了六月二十八号 我们就要再调整价格咯 那如果你很想很想要 借不掉的幸福 嗯 那就赶紧加入 而且而且现在加入那个 活出想要的 哦对 自由人生 还会送我的你是哪种人 对 好 这个是买一送一的哦 是只有这门课哦 对只有这门课哦 其他课都没有哦 对只有这门课哦 不要就看错哦 对 好啦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期待未来继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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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